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狗 鬼故事這個東西 有的人愛聽,有的人不愛聽 但是 每個人一定都聽過吧 我這個開頭還蠻爛的 在台灣有一個說法 半夜的時候不要講鬼故事 不然鬼鬼會聚集過來 對,那我今天就是要實測這個說法 之前呢有到某個很知名鬧鬼的山區 所人面於這個都市傳說 當時呢有遇到疑似雨眼鏡 跑到瓶自己的現象 雖然我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 但 真的都覺得 挺順其的 我今天呢就是要到那個山區 挑戰講鬼故事 跟我說 像我之前說我朋友 我們告狀之後 林劍林這樣子 他被 就這一塊 就直接從後面這樣 路線 然後我們直接都看到 他拖起來後面一個長 幹嘛啦 幹嘛 我們現在這邊兩條嘛 我就走下面那一條 結果我的水平裡面就出現一個雨眼鏡 沒有看到那一集嗎 你現在講的就會很難讓人家下去 要到了 下面 我沒有看到他了 他前一陣子時間呢 去了國軍 online 因為軍裡面這個 靈異事件是眾所皆知的 不只是台灣 全座 都有 阿金他自己也說他經歷了一些 請他來講講看 測試看看 到底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是一個關於 對於戰授 因為從軍 從軍大家都是 一定要戰授 半夜的時候 大概兩三點 站在那邊 我背後是 一條小路而已 前面是一條路 長的 然後就突然間 就有 一個人 從旁邊這樣 跑過來 而且沒有角度深 就很快的這樣跑跑跑 然後在 回去看的時候 沒有看到半個人 不會是什麼 逃兵之類的 現在哪有逃兵 還有一個是新訓的 朋友講的 新訓是一個單位 所以他是獨立出來的一個 一天的時候 他半夜一小時尿尿 尿尿的時候 就回來嘛 關燈 就走 但是一走 沒多久 他回頭看燈是亮著 可是他確定他剛才已經有關了 又被打開了 對 然後他又再回去 他已經被關了 他連續三天都遇到這個狀況 然後他問查哨官 查哨官說沒有阿 我看到燈是一直是暗著的阿 可是我看到你一直回去又把它關掉 所以他看到的不一定是現實 對 隔壁的人 也有起來尿尿的時候 就聽到 扶手啊 感覺有人這樣子 拉著這樣 過去一次 你這個故事 前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媽她坐在客廳 聽到我家的狗 一直對著鼓聲 後面那個窗戶一直叫 叫到後來的時候 突然鼓聲就 跟那個手 扶手的那個蠻像 我家有發生過 你家有發生過 你一定要過來 我會幫你打嗎 打整個人嗎 因為我們家 扶手的小孩現在才剛多小 他在廚房後面那邊 看到一個沒有腳的阿 然後後來又再回去之後 過了沒多久 有一次他就跟他媽媽 媽媽為什麼那個沒有腳的阿 起點都要來我們的廁所時 而且你知道 人家說小孩子 逼家看 可是他妹妹現在一兩歲 我還在騎 我家的鄰居 他妹妹兩三歲 他家有一個廁所 那個門喔 永遠都是45度 關 又打開 全開 他又回到45度這樣 就是永遠都關不起來 直到某一次 他家的妹妹 坐在馬桶上 上一上 哈哈哈哈 看著門上面 一直笑這樣子 我剛剛馬上就問說 欸妹妹你在笑什麼 有什麼好笑的 結果就指著上面 你看上面那個小女孩 還在對我做鬼臉 目前到現在好像 沒有什麼事情 都知道 肩膀有點像 如果你覺得 印象比較深刻 比較可怕 好 如果我們講完這三個 這麼恐怖的 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恐怖的其實是一個 學校在山上 我們要下山的時候 就是有一條山 騎騎騎騎騎騎騎 後照鏡有一個女人 往這裡頭 不管騎再快 就是一樣的舒服 下一秒 往前看的時候 那個鈴鐺 牙一咬 穿過他 後來回想 如果散的話 旁邊其實就是 懸崖了 正常不會穿過去 過 所以他覺得很怪 沒有他已經覺得很怪 如果 對 我們家之前就是全家 一起去古館 的一個度假村 渡假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 今天樓中樓 可是他的燈就是會 自己開自己管 然後他桶就自己 那我們晚上的聊天 喝酒 看電視的時候 阿姨他突然跟我講說 妹你去把窗簾拉起來 然後我就拉起來 然後坐回那個沙發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幹嘛 他就說 等一下 一直在看著我 哎呀 所以那個阿姨是看得到的 為什麼你這樣 你那個阿 講完兩個故事 到現在還是沒發生什麼事 就剩下我 不過我就講最後一個 如果沒發生什麼事 我也沒辦法了 我講這個情人 其實就在這裡 除了這一個走道之外 是有一個 斜坡是可以騎車的 差不多五六台機車 原本都有路燈 亮亮的 旁邊還有停氣車 就漸漸騎 就發現那個路燈阿 就越來越暗 路越來越小條 感覺好像不要再上去 但我們在討論說 轉頭回去 突然聽到 第二台車的人 就喊了一聲 三字經 第一台車的人 直接回走 回到那個斜坡底下的時候 第二個人 罵三星的人 就跟我們說 他看到前面第一台車的人 後腹手 有一個手 抓著那個後腹手 第一台車說他 看後照鏡 看到也是很慘白的一個女生 坐在他的椅子後面這樣 應該有陰影 不知道幾輪鬼故事了 目前是都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會不會 你在山中 講完鬼故事 鬼打槍 回不去 就是說 最知名就是 紅衣小女孩 這種事情 OK 我們就 測下去看看吧 Let's go 我現在就往回去的路上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牽手 因為牽手觀音 你們覺得在這裡講鬼故事 是增添氣氛的作用 反而是會真的有事啊 其實上次 坐在影牌就遇到有事 所以 我現在走到最後也是很差 趕快走 不要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走 先不要走 先打開啦 等一下 嚇我一跳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 山坡上面有聲音 有 聽到嗎 不是你們沒有聽到後面嗎 我有聽到 假裝不可以聽到 聲音 有 聲音 有 聲音 有 燈關掉 燈關掉以為覺得有點嚇耶 應該是沒電 燈關掉 欸你說刷你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啊 我那一陣子太混亂啊 我有往前衝 但是 沒辦法 一直往前衝 他抓著我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不知道他是哪個攝影機 但一按掉之後 我那時候剛好要辦 快要... 你好 燈關掉之後 他就有點想要跑 然後我拉住他這裡 他說他的左邊肩膀 他以為是王狗 拉住他 讓他整個人不能動 然後我想說 王狗沒有拉你啊 因為我回頭看的時候 他兩隻手都來控制他 各位有什麼後續感染的時間啦 這一次跟他們一起去山上冒險 覺得沒有 上一次我們去流眼淚 那一次那麼的恐怖 阿金說他後面有人碰他 你們可以看到片段 是說我的手是這樣子 走他 其他地方 當下至少我們是沒有任何的 奇怪的感受 甚至呢 有的時候 自己下的自己的身份 更居多了 其實除了聽阿金講的一些 軍眾的恐怖事實外 我也聽了一些他們的軍眾史 他說在軍眾可能會有 另外一個人跟長官比較好 所以他們兩個做一樣事情的時候 長官就會 念阿金翻 或者念一個人 跟長官比較好的人 其實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的社會 真的是沉處不住 最近大家應該有看過 小丑那部電影 其中一個面相 他就是在講述社會底層的人 不斷的被霸凌 不斷的被欺負 他無意間的反抗 終於找到了 一直在尋找的認同感 因為我們人其實活著 都是需要一份認同感 當我們面對那種人的時候 何不把我們的偏見放下 去了解他背後的原因 其實 在無意間 就給了那個人 非常大的機會 那回到阿金 有的人面對這種 上頭的隱危 他只能屈服 更悲觀的人 他會 撕殺 但我自己認為 這一些其實都只是 一時的 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 等一整身 你現在所煩惱的這些事情 不就是你人生中 只有一小個部分而已 如果你過了 你可以拿你這些經驗 去幫助下一個 遇到這些事情的人 也祝福大家 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 找到自己熱愛的事 自己認同自己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OK那各位 今天我們支持喜歡的影片 就這樣知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喜歡現在我是王狗 下次見 掰 差不多一個禮拜 怎麼可能會早上九點回來 一要起來 抬頭看的時候 就被壓住 然後他看到的是一個 白色衣服 就是我的樣子 這樣躺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就一直罵 一直罵 罵他 就是突然變成一個 無袖 然後這裡有一個刺青 感覺是一個女生的樣子 我罵我媽一罵 後來就 他就咻一下就不見了 那你老公 嚇到 沒有嚇到他很生氣 他覺得裝成我的樣子 很悲難 你老公是平常就越到 他平常會看得到 看不到點 只看得到 心體